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发妹告诉小王自己在一家纹身店工作 说如果有时间可以帮他们免费纹身 于是小王就带着小丽去了长发妹工作的纹身室 不一会儿老板光头哥从房间里出来 小丽告诉光头哥想纹一个有意义的纹身 希望他帮自己出个主意 聊着聊着小丽因为喝了光头哥给他的水晕了过去 这边长发妹带着小王来到了地下室 就在两人玩得正嗨时 长发妹给小王来了一针 把他盖晕了 看来这家纹身室果然是个黑店 等两人醒来时 已经被光头哥绑在了手术台上 随后把小王手臂上带有纹身图案的皮肤撕了下来 并把他的耳朵喂了狗 随后把他身上的皮肤也撕了下来 小王也正式领了喝饭 光头哥告诉小丽 说自己是做人皮生意的 通过倒卖人的皮肤获得巨额金钱 第二天 一夜奋战的其他四人 发现小王和小丽失踪了 于是出去寻找 终于找到了纹身室 但是光头哥却说了谎 无奈几人只好准备离开 刚转身要走 大爷妹就发现了小王的纹身 于是产生了怀疑 其他人决定回到纹身室探个究竟 而小杰却不想去 他独自去了一家俱乐部 去看脱衣物 当三人再次来到纹身室时 直接中了长发妹的心境 三人直接被长发妹打晕 醒来后发现 全被绑了起来 龙涛妹此时也领了盒饭 大爷妹趁长发妹不注意时 在背后偷袭了她 并把她打晕 于是连忙跑出去报警 却被门外的一群小混混盯上了 这一幕正好被光头哥看到 于是直接灭了小混混 顺便把大爷妹也送去了天堂 回来后的光头哥 把小丽单独带了出来 向她展示自己的作品 这时小杰也赶了过来 小杰和光头哥一见面就聊了起来 原来他们是一伙的 小杰把这几个人骗到了这里 原来是想让光头哥帮忙做一幅人皮画 现在画做完了 小杰就要求把小丽杀了 但是剧情又一次反转 光头哥一针直接撂倒了小杰 随后把小丽给放了 小丽直接找到了长发妹 把她狂虐一顿 并了结了她的性命 然后来到了被绑的小杰身边 割开了她的皮肤 做了人生第一幅人皮画 最后小丽留在了光头哥身边 影片也到此结束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文绅士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